針對 上次起來 你講過幾句 有沒有?是不是? 是茶湖山山頂 最短的 OK我們今天要來爬 烏爾茶湖山 我們現在停在的是一個 金瓜石博物館的那個 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是免費的啦 所以 如果要停車的話 這裡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這裡要再往上的話 可能還要再多爬個 七八十公尺的高度吧 到其他直接上去嗎 好 所以各位到這個 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就知道 我們先到其他老街 之後呢 再爬烏爾茶午餐 好 那我們就開始爬 那好像就是博物館 夥伴 這藝術作品 這是日軍戰俘營的紀念地圖啊 你看 我們看 我們可以看 我看 我們會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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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現在要往勸祭堂停車場 看一下這個街 街景 很酷耶 卻很祭堂 我們看一下 終於餐廳 反正地景 OK,我們現在在勸祭堂 然後這裡有客廁所可以使用 然後呢,這裡是他們的小吃布貴 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上去爬烏爾茶湖山了 好 要怎樣 上來之後 我們就右轉 好 OK,各位 我們現在大概爬了 十分之一吧 大家要看一下哈 我們往回看 看看有沒有 這是,有沒有發現顏色不一樣 你看 這是基隆 有名的那個陰陽海 上面一個B字形,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 大概走了四分之一吧 大概走了四分之一吧 來,我們看一下 來 有沒有,是不是 這個景色算是不錯 有沒有看到,這是陰陽海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涼體 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涼體 我們看一下 然後 我們就要接這個婆爺路 繼續走 現在大概才走了 七分之二吧 以體感來說大概七分之二吧 往茶湖山 有沒有 去找 無二茶湖山 登山步道 看一下我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是從這裡爬上來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看到掛山國橋 然後我們就跑到車型機場 然後我們現在爬到這裡 但是這裡是比較陡一點 我們看一下上面寫900公尺 我也猜 我猜 OK到這邊各位就要注意一下 他的 路 就變成這樣子 都摔掉了 從這裡上去 從這裡上去 這樣子上到這裡 再上去 你看這裡的 都是這種大石頭 OK 所以 到這裡的時候呢 上面寫多少 390公尺 我們已經到了 不過掛山的 山頂 至於上面呢 各位就要自己評判 你上去有沒有問題 那我建議風大的時候 有一點雨的時候你夠不要上去 因為他上面不是 不是單純系那個洞而已 他是要繞這個一圈 他是要繞一圈這樣回來 後面是沿著這個峭壁 結果呢 有那個拉繩讓你拉的 所以說最後這一段就是 你要視情況安全而定 各位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是財富山山頂 然後呢我們繞一圈 好 OK 轉一圈了 OK 我們現在從山上下來了 然後這裡是騎湯老街 然後呢我們要去吃白帶雨米粉 在這裡 看這裡是騎湯老街 然後這裡是圈雞湯 來吃白帶雨米粉 好 好 來各位我們現在在店內了齁 然後 白帶雨米粉湯一碗八十塊 然後呢 炸烤雞 放山雞一半支 四百塊 炭金菜七十一百 然後炸白帶雨 一百三百五 看起來不錯 然後 看一下 這個是白帶雨米粉 就有兩塊大玉桶 一個白帶雨 一整塊白帶雨 不太講不錯 這十一隻不錯 然後呢 這現在是大盤的 一瓜葉 一百塊 然後呢這個是三百五十塊的炸套堆 這炸白蠻特別的 看起來不錯吃 然後這個是 半隻放三隻 超大隻 很奇怪 蠻特別的 好 好 好 那我們來 吃吃看看 先吃招牌 我們先喝一口看看 它感覺不錯 就是 沙茶 沙茶底 沙茶底 沒有臭味 就是沒有 魚腥味 然後 有一點 綠的 然後我們吃吃看 白帶雨 這個白帶雨 對 這個白帶雨 很好吃 它炸的很香 然後 然後加到泡在湯裡面之後呢 變得很溫 這個白帶雨 還蠻推薦的 然後一樣 完全沒有腥味 然後有魚的腥味 然後肉質完全不會柴 這碗八十塊 我覺得 還蠻超級的 好 那我們吃吃看這個 雞肉 對 我們去吃麵醬 吃麵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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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它這個是土雞 雞的香味還蠻夠的 很大吃 然後很大吃 但是這麼大吃的 倒是沒有到 沒有說 那個很韌 還蠻韌 還蠻韌 很重 很豐 然後 然後我們吃個泡丟 很大 看 看 好 嫩 然後 然後 還有肉排 然後 再來蠻當好的 然後還有撒一點 那個芥末 椒鹽 芥末椒鹽 很好吃 喝一杯 這個 很好吃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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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沾三叉醬 好 這是什麼醬 醬 它是 這個 它是醬 它是醬不錯吃 嗯 不錯 好 整體而已 性價比還蠻高的各位 那我們整體推薦給各位 那我們進來就把它吃 OK 現在我們就吃完了 非常推薦各位來吃 那非常推薦各位來吃 這間的CP值非常好 非常好 口味非常棒 尤其是它的那個 泡丟 跟它的那個白帶魚 幾乎都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現在 那我們現在 就結束了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結束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